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現場的各位前輩 各位叔叔伯伯阿姨 大家下午好 剛才我們陳教授說 確實大家平常如果打開報紙 或看電視政論節目 有時候會覺得很生氣 大家關心國家大事是應該的 但是盡量不要生氣 因為身體是自己的 好不好 好 剛才我聽張麗珍張教授 他發了很大的篇幅 談到就是有關於 從馬一九執政之後 對於我們的 特別是在歷史的教科書上 還有就是有兩岸關係上 他的一些疑慮 我想補充一點點 我自己的感覺是什麼呢 其實 我們在想 就是這個文化 文化一直都是 在兩岸關係裡面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 在過去 兩岸時代的時候 就是台灣是自由中國 那麼是以 復興中華文化 為我們的文化核心 那到了 李登輝執政的時候 李登輝的他的文化核心是什麼 這個文化核心就是 包含他的施政目標 包含他的教育的政策 李登輝的文化核心 就是本土化 大家還記得嗎 本土化 到了陳水扁是去中國化 也就是剛才張教授所提到 有關於在教科書裡面 他整個的感 包含高中也好 或者是小學也好 我的小孩比較小一點 我記得我的女兒 他六年級的時候 有一次那個東森電視台 他們在做一個 賈宋美玲傳 那哈 他我女兒就問我 他說媽媽 賈宋美玲是誰呀 我說 哎呀 你不知道 他說不知道 欸我說 你們知道 我換了 我還可以逢跑 對不起 我說 那你應該知道 蔣總統 他說蔣總統 回不足的 後來呢 我就把他們的 這個小學的教科書 這個小學啊 他沒有歷史 他叫社會 我就把他們全部翻 一直翻一翻 提到中華民國總統的部分 幾乎完全沒有提兩教 那其中 到了我們小學時候 只提到蔣經國解除戒嚴 我們的小學生 其他的他就提 包括李登輝啊 陳水扁啊 馬英哲 就是 我們從小 我們的教科書裡面 這就是一個教育的 核心教育的精神 所以我剛剛提了 就是從李登輝執政十二年 到陳水扁八年 本土化去中國化 到現在 馬英哲執政之後 他的文化思想核心是什麼 我常常在想 但是我想不出來 所以我們談到兩岸的關係 其實從1月14號 我們的大選之後 其實包含兩岸 包含香港 大家也看到了前一陣子 香港特首的選舉 香港特首選舉之後 2017年 香港現在他們在爭取的 是他立法會的圖選 以及下一次香港特首的圖選 還有包含 中國大陸 溫寒的選舉 他雖然是一個非常小的選舉 但是大家也覺得 這是一個誓言 是一個誓金石 所以 整個看起來 在台灣 跟中國大陸之間在兩岸關係 是60年來最好的一個時期 可是相對我們的擔心是什麼呢 我們的擔心就是我們所 剛才所憂慮的 就是我們現在的孩子 他不認為 中國跟他有什麼關係 他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甚至大部分的人 都覺得應該維持現狀 剛才談到統一 剛相當就說 這個台獨 現在大家還是很多人叫得很大聲 這個台獨呢 是可說不可做 統一呢 是可做不可說 那在這一點呢 我必須呢 有一點小小的 我不能講抱怨 我是很遺憾 也就是在今年1月14號的選舉的時候 新黨在這次的政黨票裡面 我們並沒有超過門檻 那麼這次台連還有三次進去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一個警訊 我認為這是一個警訊 或許這也是 為什麼張教授他們或者是 謝納明教授 每一次去找馬英九 有關教科數的問題 他可以一再的拖延 所以在這一點 我要特別 當然下一次的選舉還有四年 那我要拜託各位叔叔 我們再下一次的立法委員的選舉 政黨票的選舉 讓新黨被百分之五的門檻 讓我們內提振者 吃到我們的聲音好不好 不然 不然 大家覺得你們連聲音都沒有 連代言人都沒有 我當然拖延你了 是不是 所以 有關馬英九的問題 當然其實在過去講了很多 那麼最近呢 有一些政策 因為我們今天的標題 是這個馬英九總統 如果平息你們願望 那我想在現場 做一點點小小的調查 到現在為止 大家 不滿意馬英九的 可不可以舉個手 讓我看一下 不滿意 好 謝謝 看起來 好像並沒有超過班式 並沒有超過班式 那麼如果您看看 最近的一些媒體的民調 馬英九的民調 現在大概是不到三成 我想到了他接近就職的時候 應該還會再有一些 他的支持度的民調出來 那恐怕最近因為 這個包含油電的漲價 加稅啊 這樣子一堆的正義 恐怕馬英九在這一次520 他就任的時候 我覺得他搞不好 真的搞不好 他會是民調最低的好就任 我認為他有這樣的可能 因為現在看起來 整個大家 好像整個社會 對大家很不滿意 可是我剛剛現場 又做了一點點小小的調查 我看起來大家 其實也還好 並沒有超過半數 這是為什麼 我的觀察是 大家都知道最近 馬英九的民調這麼樣的低迷 當然就是剛才 張教授有提的這幾個重點 包含美牛這個瘦肉精的問題 包含油電漲價的問題 又包含最近這個 所謂的順改的問題 好 夜連燦看的問題 那甚至 張教授非常不滿意的 就是有關於大學 該不該漲價的問題 張教授是大學教授啊 他是很理性很明理的人 所以他覺得 我們的大學的學費 本來就應該漲價 那怎麼現在告訴你 不要漲啊 漲成三千塊 大家好像都覺得 是政府搶錢 那為什麼 該漲的你不漲呢 該改的你不改呢 所以這就是現在 馬英九的一個困境 包含我們從講的說 包含美國牛 美國牛瘦肉精 對不起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母親 從我們食品衛生 從我們食的安全 吃的安全來講 我堅決改不對 什麼美國牛瘦肉精 可是我也是一個 理性的職業婦女 我非常清楚 我們政府 為什麼要開放 美國牛瘦肉精 很清楚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不開放美國牛瘦肉精 是 根本台灣沒有辦法 再跟美國繼續去談那個TIVA TIVA事實上就是一個 投資的貿易協定 我們沒有辦法談 大家都知道 韓國從今年開始 已經跟美國的FTA已經生效了 已經生效了 韓國是我們最大的一個 產業的競爭對手 所以我很清楚 如果為了我們下一代的競爭力 如果現在日本也讓步了 韓國也讓步了 那我想 我們台灣是有什麼了不起 是生的比較美還怎麼樣 美國人是可以 可以讓步 說我照樣跟你簽這些協定 但是你不用開放我的美國牛 收入金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所以我們現在 台灣很多的議題 包含美國牛 包含油價要不要漲 電價要不要漲 大學學費要不要漲 睡改要不要改 如果大家是很理性的 為這個國家為這個社會 為我們的下一代競爭力好的話 我們想得清楚 很多地方是要改的 但是改啊 很痛 割肉 確實割肉 這個是大家又付出代價 所以在這一段時間 大家一定會有陣痛期 所以馬鈴九 他事實上 是在做一些對的事情 我必須要講 在我們很多 不管油價 電價 比如大學的學費 那學費他把它年後了 睡之改革 他做了對的事情 對的方向 可惜啊 這個執政者 這個決策的過程 我們說這個赤大國如烹小鮮 他必須要做得更新 我討論好幾次喔 余國華先生 他是一個 對整個的國家財政 他非常非常重視 那恐怕也是跟過去 這個國民黨丟掉大陸有關係 他認為 這個國家的根本 就是財政 一定要健全 他講說 你如果財政不健全啊 怎麼赤字了 他就是國家是不行的 所以他非常非常重視 所以他當年 他提給那個 蔣清國兩塊錢 就是我們要保本 保國家的本 蔣清國大鼻一揮 拿掉了 就是挑一塊錢 很痛啊 他說不行啊 保本啊 這一塊錢這不行啊 那後來 蔣清國跟他說 你人心都保不住了 還保什麼本啊 國家的本 不就是這個牛心嗎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所以 蔣清國知道的道理 我覺得 馬英九現在才知道 他最近好像也引用了一下 他大概看了 王健壯的這個文章 他好像現在才知道 因為最近這一陣子 這樣劈哩趴啦的 油漿業價 就讓你幾乎 最近這個報紙啊 媒體忙得不得了 不怕沒有頭擺頭 天天報這些東西 那每一個都該長啊 後來他就說 他們傳傳說 這就像發麻疹一樣 一次把他發掉算了 你執政能這樣子嗎 發麻疹一次把你發掉算了 所以你會搞到整個明星的浮動 所以這就是 買酒如果現在 有這麼大的名願 很多人對他不滿意 我認為是在 整個的決策的品質 有相當大的問題